欢迎来到小星星的星座物 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的星座小知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点个订阅 您的支持是对小星星最大的鼓励 说话是一门艺术 是你全部的智慧和人生经验不经意的流露 往往有些人说话细腻动听 有些人明明是善意却也不被认可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和对方有了隔膜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说的话不对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和十二星座聊天的时候究竟要注意什么 千万不要踩上雷区 一 白羊座 不要说你为什么和他分手 白羊为人热情坦荡 一般没有什么话是他们的禁忌 不过再好性格的人也都是有自己的隐私 况且是白羊这种重感情的人 他们的情感隐私就是他们最不想提及的话题 所以千万不要问白羊为什么和某个人分手 这往往是白羊最想忘记却又总是在失眠时想起的难题 一旦你问了白羊会把你当作一个合理的发泄点 不顾交情的爆发一番 二 金牛座 不要说你存款多少 金牛座是十二星座里的老好人 没有什么是憨厚的金牛不能忍受的 可实话又说回来 金牛也是有自己的牛脾气的 这脾气是和自己的银行卡金额成反比的 钱越多 金牛幸福感也会越强烈 但是千万别问金牛有多少存款 尤其是刚刚交往的异性 对于钱财敏感的金牛一定会对你有所防范 从而降低感情的投入度 三 双子座 不要说你有多爱我 双子座的双眠心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双子座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善变也不足为奇 但是对于爱情 双子座看待刚交往的异性 往往是抱以游戏态度的 所以千万别问双子座你有多爱我 如果双子回答你了 这一定是他们的假话 并且他们还会觉得你天真幼稚 对于情感没有准确的定位 四 巨蟹座 不要说我不需要你了 千万别和巨蟹说我不需要你了这句 话对于巨蟹来说是十分具有杀伤力的 巨蟹天生忧郁但是富有同情心 无论是谁需要帮助 巨蟹都是不遗余力的提供人力物理 甚至是财力 这些巨蟹都是不会和你计较的 它们往往需要的只是一颗真诚的心 不过当你无意中对巨蟹说不需要它时 会让巨蟹怀疑自己付出的还不够 或者是埋怨自己食人不佳 五 狮子座 不要说你是错的 老狐的屁股摸不得 狮子的谋略怀疑不得 狮子天性自大高傲 尤其是在工作中观点性极强 所以千万别对狮子说你是错的 这句话对于狮子来说就是五雷轰顶 狮子怎么会错 即便是真错 狮子也不会接受别人的指责 它们的下意识会觉得你就是在针对它们 对于日后的工作生活 狮子绝对不会和你有过多的交集 六 处女座 不要说差不多得了 高标准言要求是处女座的日常生活状态 仔细认真 做事必须力求完美 工作的水平必须时时刻刻达到巅峰状态 一旦你的顶头上司是个处女座 千万别让她听到你说差不多得了 这句话和有可能成为你被开除的导火索 想要摸清处女座的脾气很简单 就是和她们一样一丝不苟 七 天秤座 不要说兄弟们 我没拿你当外人 天秤座精明事故但是却不做作 他们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好人生 不过这不代表你可以在天秤的势力范围之内为所欲为 天秤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兄弟们 我没拿你当外人 天秤座天生可讨惯了 他们总是理性的代言人 没时间和你彼此宽心 哪怕和天秤关系好 也要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能越界 八 天蝎座 不要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天蝎座的对是对 错也是对 绝不允许你说 哪怕是眼神交流也是被绝对封杀的 天蝎座是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 由此也就容易结仇 最明显的就是在工作中双方的意见对立 千万别和天蝎说不可以 因为天蝎会想方设法地把一切不可以变成可以 对于天蝎来说面子就是命 九 射手座 不要说闭嘴 射手是十二星座里的乐天派 他们和白羊的热情很不同 他们乐观喜欢冒险 对于射手来说他们的生活总是勇往直前 射手爱辩驳 那是他们能力的集中显现 他们最不想听到的很简单 就是闭嘴两个字 一旦听到这两个字 射手会像点燃的鞭炮一般噼里啪啦地说个没完 所以千万别碰射手的底线 十 摩羯座 不要说凡事无绝对 摩羯善良但是诚服很深 摩羯没有轻易相信别人的基因 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心 对事求绝对是摩羯的态度和标准 并且目的不达不罢休 千万不要和你身边的摩羯说凡事无绝对 这可是在摩羯心里点起一把火 摩羯会用自己求真理的态度 让你意识到自己的目光短浅 最后伤了何气不说 还容易让自己丢面子 十一 水瓶座 不要说你呀 别瞎折腾了 水瓶对于生活的态度就是心 一切都是变换才好 这样他们的生活才会有乐趣 水瓶不喜欢听的话有两种 一是对水瓶说你呀 别瞎折腾了 这是对水瓶能力的否定 再有就是不要和水瓶说别对我说谎 你越是这样说 越会激起水瓶说谎的欲望 并且这个谎绝对是天衣无缝的 让你费尽心力也插不到蛛丝马迹 十二 双鱼座 不要说别闹了 我想一个人待会也 双鱼座是一个比较感性的星座 即便是双鱼男他们也是需要不时的关切 因为他们就像一个盛装孤独的器皿 从不外显 一旦和双鱼发生别扭 这通常是双鱼希望得到你的关注 而你千万不能对双鱼说别闹了 我想一个人待会这样的结果 往往是双鱼会让你待到后悔摸击 他们需要温暖而不是冷静处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